妹妹 你回来了 薄言回来了 辛苦了 事情做完了 所以就回来了嘛 那你待会儿出去吗 你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是啊 好 今天我可以休息在家 凭日子里我也太忙了 今天就忙里偷闲 听听妹妹跟我说说心里话 不过 千万别跟我提金燕熙 那不跟你提她提什么 提燕熙的事晚上再说吧 不嘛 我现在就要说 而且很重要的 上次我去火车站送你啊 出来就看到了她 什么 我到上海的事你告诉了燕熙 好糊涂啊 妹妹 我到上海是秘密的 你告诉了她 能想象到 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吗 我想象不到 我想燕熙她也不会在意的 她是个毫不关心政治的人 这点你也知道呀 经非昔比了 以后 你千万别再和她往来 太危险了 我看不出来 她不就是结婚了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以结婚就可以离婚 我还是可以继续我的追求 直到她回心转意 终归她还年轻嘛 更何况 那个女人我也见过了 很是小家子气的 站在燕熙身边呢 也很是寒碜的 我说的危险 不是指你们的交往 而是你们俩的关系 能直接影响到 我跟金权的共识 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我跟燕熙关系越好 你们之间就应该亲上加亲 更好合作才是呀 所以说了你也不明白 哥哥 你继续说呀 我到上海的时候 正好给你联系了 去日本留学的事情 我不去 我要留在北京 除非燕熙也去日本 好妹妹 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燕熙已经结婚了 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的事 即使退一万步说 你跟燕熙又怎么地了 那也只能是个没迷没分的事 人家金家 是不会让燕熙离婚 再跟你结婚的 金家从他们老爷子那儿起 男人就是三妻四妾 你这么有志气 给人做想能行吗 当然不行了 要做就做大方 就是 说回来了 她就是离婚了 再跟你结婚 那也不成 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 我妹妹 岂能落到这个地步 天底下好男人有的是 金燕熙算什么 当初离开你 和别人结婚 今天又跟你若寄若离的 充其量 她也只是个花花公体 你跟她交往 其实是降低了你自己的身份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放不下她 好妹妹 听我的话吧 不要再跟她搞那些 浪漫的感情游戏 好 回头我慢慢再跟你说 很冒昧地请你 谢谢你能来 几次和你见面 总是没有机会和你说话 倒是老天叶熙提起你 觉得我们共同点很多 希望和你交个朋友 好朋友 味道怎么样 有点苦 咖啡不加糖是很苦的 可是你那杯是加了糖的 也苦吗 咖啡就爱喝加了糖的咖啡 而且她非得来这家餐馆 而我 却喜欢喝苦咖啡 苦尽甘来嘛 好 清秋 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 我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告诉你 我要去日本了 我和燕熙 从小就是好朋友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吧 她一直对我 我希望你 也可以说是拜托你 好好地照顾她 她这个人就是粗心大意 而且还不懂得爱惜自己 而你 既温柔又体贴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怕我不能好好地照顾她 请你放心 我一定会很好地照顾她 对不起 我还有点其他的事情 就不能在这儿陪你了 再见 姐 你还真看书呢 废话 我这不是真的看书 难道还做给你看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早上七爷说是要看书的 嗯 七爷 我有件为难的事情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怎么了 书钱了还是犯什么毛病了 不是 七爷 上次你让我把白小姐的信给撕了 现在 她又送来一封 继续撕 这 是 怎么着 看来你分明是受了别人钱财 帮别人做奸细来了 你这个赤裏拍外的东西 哎哟 七爷 您真是太冤枉死我了 白小姐再三地嘱咐我说 七爷要是再不看这封信的话 可就看不见她了 下去吧 是 七爷 哎哟 你就别磨蹭了 赶快背车去 是 七爷 你吓死我了 怎么 你怕我死了 你自己脱不了干血啊 你知道吗 这种玩意是开不得的 那么 你还是很在意我的死活的 是不是啊 当然会在意你的死活了 那我在你心里 也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嘛 你告诉我呀 到底重不重要 你是不是现在 已经没有那种想法了 什么想法 看来 也真的没有这种想法了 我就放心了 你到底以为我要怎么样了 你不是写信告诉我 说我们再也不见面了吗 我明白了 你以为是我想不开要自杀 是不是 我已经尝过死是什么滋味了 不会再做傻事了 看来是我误会了 当然了 我说再也见不到你的意思是 我要出国留洋了 出国留洋 这么匆忙吗 其实 我产生这种想法 已经很久了 总觉得自己需要进一步地提高 应该有一种新的文化 来充实自己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你这么盼着我走啊 还催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看来你是计划好了 才告诉我的是吧 你结婚以后 真的改变了很多 似乎 也成熟了很多 你也平和好多啊 难道 我以前的性格中 有不平和的东西吗 如果真是这样 你们结婚的那一天 我是不是应该大闹一番才对啊 结果 我还是为了你们的幸福 牺牲了我自己的感受啊 好了好了 我也不想多提这些事情了 省得你烦心 对了 你要去哪个国家啊 日本 东京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走 你果真是盼着我走啊 好吧 我明天就走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改成后天走好了 先到天津 坐船去上海 然后再去东京 看来 你果真是计划好的了 其实 我这次来 是和你道别的 因为今天太突然了 我连一个分别的礼物 都没有准备 那些都是小事 很有可能 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我想不会吧 我们都应该生活得很好的 但愿如此吧 我有时间回去送你的 真的 我说的话 什么时候编过吗 你帮忙到你 你帮忙到你 我帮忙到你 还是你想着大哥 比你嫂子强多了 干嘛说这种万人话啊大哥 晚上那边怎么样了 晚上我没怎么去 我害怕去多了 反正是麻烦 说闲话的人是肯定有的 不过因为你是我弟弟 所以 我想也不会有人这样多嘴的 有时间呢 你去替我照顾他一样 放心吧 上车 小心点 好的 叶熙 叶熙 秀珠 你要上哪儿去啊 你怎么知道我要走啊 你要出国是吗 是啊 我哥哥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就这么悄悄地走 没想到你还是来了 一直说你要走的时候 我送个礼物给你 但是 我还没有准备礼物 你要走了 在临走之前 还能看到你 已经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 出去要小心点 保重 你也多保重 再见 你也多保重 恭喜你 叶熙 我爱你 叶熙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虽然是替你大哥做事 倒也说了几句良心话 难道你们还不觉悟吗 我反对你大哥讨小 我不是为了吃醋 也不是为了省钱 我是为了大家的体面 你以为不带我去 我就找不着那个藏郊的金屋吗 嫂子 您找是一定能找着的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体面是吧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要不是为了体面两个字 我早都打上门去了 谢谢 请 不过现在看他们这个局面 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我干吗还干涉他们 难道我放着县城的圣人不做吗 你看 你真是我的好嫂子 又贤惠又识大体 我来之前还在想 我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做错了 大嫂要说我 心里特别大块石头悬空了 现在今天这么一说 我心里石头落地了 你看 我真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我也不是什么圣人 我也不是什么君子 不过你要是我的好兄弟呢 你就得答应我一件事 事 嫂子 您还有什么事啊 我怎么觉得 我那心里刚刚放下去的那块石头 现在又低落起来了 你也不用害怕 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要你摆脱照顾你那位新嫂子的责任 我也没怎么照顾他呀 就是今天去了他那两次而已 他要钱 你们都已经把钱送给他了 此外还有什么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你和你的朋友以后都不要去了 以免自己先让人家说闲话 难道自己家里人回自己家里去 旁然还有什么闲话不成 难怪 你还想把他当自己家里人看待呀 我 你说像他那种出身 身边又没有一个人 你们来来去去的 人家能不说闲话吗 行 不去也可以 只是害怕大哥回来了 要怪我 照顾不周啊 就麻烦嘛 那你不用担心 他要是敢怪你 你就说是我让你这么办的 那行 嫂子 我不去了 还不成吗 昨天回来的那么晚 是不是又有什么应酬啊 一个必要的聚会 吃饭的时候听人说 柳家四处找那个柳春江 回家之后又发现小莲不在 我害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赶紧让金蓉跟上 还算他机灵 把小莲给我带回来了 不然真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呢 没想到 你还挺会办事的呀 你才知道啊 那我要向你道歉了 关道歉就算了 七少爷 七少爷 少奶奶 小莲从昨天晚上回来 到现在 不吃不喝也不睡 两只眼睛直瞪瞪地 望着屋顶发愣 我怎么劝她她也不听 少奶奶 您快看看去吧 去吧 去吧 我先去看一下 好